一星期一本书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发现确实如此 的确生活中 无论是柴米油盐的琐碎俗事 家人孩子的日常开箱 还是投桃报李的人情往来 这些都需要金钱来维系 钱虽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不谈钱的感情 不会长久 很多人认为爱情是纯粹的 谈钱就觉得伤感情 其实再纯粹的感情 最后还是会落到吃喝穿 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 这时你会发现 没有钱的感情 就像建在沙堆上的房子 只要生活的一点风吹雨打 就会立刻坍塌 朋友夏天和我诉苦 他的不幸婚姻 他和丈夫两个人 自从认识到现在 两个孩子出生 已经快十年了 而丈夫的收入 明明可以保证一家人 过上小康生活 可他偏偏吃喝玩乐 打牌赌博 几乎是烧钱的爱好 每样都占 但是很少会花在老婆孩子身上 夏天一个人操心家里的 大小开销 还要应付周边的各种应酬 这种日子真的很难熬 就像夏天的脏欲 生活中的信与不信 其实都与金钱有关 在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后 你会发现 一段感情想要长久 一定要谈钱 毕竟日子不能靠 友情赢水宝 而是需要钱来支撑的 需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正如三毛所说 爱情如果不能落实 在穿衣吃饭数钱 这些小事上 是不能长久的 钱是感情的根基 是物质的基础 不谈钱的感情 脆弱的不堪一击 同时也禁不住任何考验 钱是检验感情的试经时 电视剧《双合时代》里 有一句台词 爱情婚姻 都不是以面子去维持 再好的感情婚姻 也需要金钱来维持 深以为然 爱情是从风花雪月 走到柴米油盐 少不了花钱月下的浪漫 更少不了账户里的数字 因此呢 如果一个男人嘴上 说着爱你胜过一切 却在钱上资助必较 其实并没有那么爱你的 看过一档婚姻类的综艺节目 对其中的一期节目印象颇深 有一对恋爱了四年的情侣 正在商量婚事 因为对方提出 十五万的彩礼钱 双方就为此事 闹得很不愉快 女主说四年了 我什么都没跟你要过 现在要结婚了 家里要这样的彩礼钱 也只是一个婚俗 你怎么就不能接受呢 男主情绪明显激动很多 他说彩礼怎么样那么多 我们结个婚 付那么多债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再说给出去的彩礼 还能要回来吗 你真的爱我就和你父母说 少要一点 看了之后 有点替女方不值 觉得男方并没有那么爱她 现实生活中啊 很多女人也有过同样的遭遇 遇到以感情好为借口 一谈钱就翻脸的男人 在一段空有其表的感情里 苦不堪言 事实上 只有不过爱你的男人 才生怕你 多花他一分钱 真正爱你的男人 亲其所有忍不绝够 因为他知道你比钱更重要 正如图类观点 钱不是检验真爱的唯一标准 但他可以测量彼此之间感情的深厚 的确女人在乎的不是金钱 而是金钱里存在的那份心意 虽然谈的是钱 看的却是真心 马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谈钱伤感情 但是不谈钱没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 谈钱并不是伤感情的事情 真正伤感情的是 不谈钱 何止谈钱 如果一个男人拒绝和你谈钱 也不愿意给你花钱 那他一定给不了你安全感 给不了你一个踏实的未来 好的感情 一定要谈钱 多伦多道明银行 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 对1902位恋爱中 成年人进行了一个 关于伴侣与金钱的最终研究 这项研究发现 谈钱的婚姻更有幸福感 每周至少谈一次钱的伴侣中 78%都感到幸福 而几个月才谈一次钱的伴侣中 感到幸福的只有50% 我想 之所以谈钱的感情更幸福 是因为两个人彼此信任 不仅在物质上能够相互扶持 精神上也能同频共振 共同努力 毕竟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而生活就像碎钞机 到处都需要钱 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或者物质条件 那么生活将变得举步维艰 俗话说 凭见夫妻百事哀 钱在一段关系里 是一把照妖镜 把真的假的 全都照得出原形 所以呢 身处一段感情 一定要学会谈钱 勇敢谈钱 就像罗格斯提出的一个建议 无论是婚姻中的夫妻 还是恋爱中准备结婚的情侣 我都衷心希望 彼此能够好好地谈一谈钱 而不是各自站在 大家庭立场上小打算盘 婚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 交换爱 交换性 交换物质 交换帮助 交换安全感 两个人谈钱 才是真正的务实 好的感情一定是建立在 彼此都不回避谈钱的基础上 这样才能够健康 长久 记得 在感情里 男人敢于谈钱 并经济努力赚钱 和他过日子 一定不会差到哪里 反观 那个不愿意和你谈钱 也不愿意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的男人 还是趁早看清吧 金钱是最能检验人心的 尤其是在感情当中 一个男人对你 究竟是寻情假意 还是真心实意 和他谈钱 就可以知道答案 所以说 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请记得点亮再看 祝你晚安 然然 陪伴在你的耳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